当我们今天看到这张图之后 因为我们做的是大数据分析 至少我们先要懂分析什么 你看像这边 我们的趋势线告诉我们什么 一直不断的往下掉 我相信不管是老板或者是同事 都很希望继续来分析什么 为什么往下掉 那当然要做老板想要看的资料 那是不是就继续调查 到底哪一个产品卖得不好 干脆我们就不卖了 或者是是不是我们业务人员不够 或者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了 或者是说是不是时代已经改变了 我们的笔记型电脑 或者是刚刚看到的这个产品 产品 笔记型电脑 它虽然卖得很好 但是它是不是随着时间 然后往下掉之类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去做什么分析 例如说 我现在我想要做 我想要调查一件事情 到底哪一项产品往下掉 那请问一下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看到那个产品的销售 好 那我们会不会失望就是说 在这里面加入产品 加入产品的资讯 例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直接勾产品 那当我们直接勾这样子一个产品的时候啊 当我们直接勾这样产品的时候 我会建议各位做一个筛选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是不是看到 主要的销售 公司主要的产品 是不是笔记型电脑 桌上型电脑 跟印表机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销售的分析啊 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产品 例如说从坐标轴类别放到图例 还有我们把不太重要的像电脑周边网路设备拿掉 因为它那个值那么少一点点 你看它没有什么必要嘛 所以呢 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去做蓝标签的三选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哦 把22寸萤幕关掉 电脑周边关掉 网路设备关掉 确定 好 所以呢 我现在是不是有各项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 的一个销售分析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可以叫做 主要产品销售分析 当然我们还是要画什么 三条线 因为这边有三个产品嘛 滑鼠右键 点选蓝色 然后加上趋势线 关掉 有看到哦 然后呢 红色加上趋势线 关掉 绿色加上趋势线 关掉 请问一下哦 有没有发现到 哦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印表机 印表机是蓝色线 它是有逐年下滑的趋势 然后呢 我们的桌上型电脑红色嘛 有逐年上升 再来就是我们的笔记型电脑 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有看到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更加的清楚了解 哦 到底是什么问题所在 还有什么产品 应该要再去调整 OK 这就是分析 好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 我是不是要勾产品 一勾产品之后呢 要从这个地方搬到这个地方 会比较适合 然后接下来呢 你要过滤掉哦 你要过滤掉 因为那个值太低的 不要变成一个干扰 因为有的很高嘛 有的很低 到时候这边项目 这样是不是就变很单纯了 然后接下来 记得三项产品 全部都加趋势线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成 主要产品的销货分析 而且应该也看得出来 结果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主要产品销售分析 我们下来 这是 太弱了 因为 稳定 Narr认